眼前的群山是横跟在青藏高原东部的横断山系 千百座高耸的雪山顶出了一片传奇的高原 但当我们向东继续出发 一路冲出了我们山脉 一片一望无际的广袤大地将陡然撞进我们的视野 这极致的地貌变化一举划分出一道清晰的界限 而它所圈定的正是我国四大盆地之一的四川盆地 如果打开中国的版图 在西部的丛山之中 我们能够看待一片凹陷的地势赫然醒目 这道与群山对比鲜明的轮廓 就是四川盆地的全貌 但人们常说的四川盆地 在很大程度上却是有四川与重庆两地共享的一片沃土 在很长的历史长河中 他们常常被世人看作一个整体 富饶与安逸的地域文化将他们串联在一起 而这安逸的源头也许正是来自这片土地所赋予的独特属性 近两亿年的激烈地质运动 将原本还处在特斯提海底的四川盆地顶出海面 从而造就了今天四川盆地的雏形 之后亚欧与印度洋两大板块当头对面的交锋 把青藏高远的东部直抵四川盆地所在的洋子板块西部 但洋子板块的坚硬程度却超乎想象 在面对印度洋板块的剧烈装机后 依然窥然不动 于是这场较量直接逼出了洋子板块西部的一纵大山 处在盆地与高原边界的横断山脉 就以平均接近四千米 最高达七千五百五十六米的超级高度 在盆地的西部划定了一条长达五百多公里的山际界线 从此四川盆地的西部边界被打磨出一道高达数千里的盆口边缘 之后印度洋板块撞向洋子板块的印尼 又在它的四周继续爆发 从而加出大巴山脉 乌山山脉 大楼山脉 等等一座海拔超过千米的大山 它们连同西侧高大的横断山脉 从东西南北四个方向 共同围住起一圈完整的盆源 被围要在中部的盆地 就成为一方超过26万平方公里的巨大盆底 然而这看似开阔平坦的盆地 却并不像人们想象中那样一马平川 而是有着完全不同的地貌形态 龙泉山脉 是横跟在盆地内部的一条南北纵向的山脉 如果说盆底四周高达数千米的大山 是一道顶天的高墙 那么平均海拔不到一千米的龙泉山脉 就是一道栅栏 它将四双盆地内两大不同的地理单元自然分割 由此相细便是被誉为天子府库的天府之国 成都平原 总面积接近1.9万平方公里的成都平原 是整个四川乃至西南地区最大的一片平潭土地 得益于四周高山的阻隔 使得四川盆地内部很难受到北方萧瑟寒风的清洗 同时又能够抵御来自海洋季风的狂躁云露韬 事实上 不论任何躁动的气候条件 在进入四川盆地时 几乎都能被卸下嚣张的气焰 只留下温热的脚步 轻轻的踏入这一方壁色的沃土 当温润的气候条件与盆地西部的广袤平原相遇时 原本作为盆地内部最小地理单元的成都平原 却沉着了物产最为丰饶 与自然条件最为优良的一片沃土 于是 这丰饵的沃土滋养了千万的大众 以四川省会成都市卫核心的城市群落 就以盆地内部最繁荣的姿态 汇聚在这片土地中 成就了四川盆地最为闪亮的核心之一 而它的丰饶与繁荣 几乎使得成都平原 成为了人们对于四川盆地最为深刻的印象 但当我们向东出发 跨过横跟在成都平原东部的龙泉山脉 原本不见起伏的地表将煞时间换了一副模样 无数斑点状的起伏 在一望无际的开阔大地上兴挪起步 而这样的地形才是四川盆地真正的主角 人们把这片广袤的地表 统称为川中丘陵 在四川盆地中 川中丘陵地形占据着超过八万平方公里的辽阔面积 自西侧的龙泉山脉向东 至于华银山一线 川中丘陵地形涵盖重庆与四川两省 这是整个四川盆地占地面积最大的地理单元 也是盆地中央的一大地理单元 但是当我们在高处俯瞰之下 其实很难发现这片土地的地貌变化 只有我们走近它时 才能够看见原本开阔的大地上 被种满的无数座起伏在五十至一百米左右的小山包 它们不是山 却并不平坦 但它们的造型甚至比山还精彩多变 有时候它们独成意境 有时候它们也可以连成一片 以山的形态组合出神奇的大地纹路 甚至当它们排列在一起时 我们还可以看到类似于树枝的脉络 也许偶然间我们还可以发现一颗标准的五角星 在更为广阔的视角中 它们更像是无数的绿色金领 跳跃在盆地的底部 给人带来无尽的想象 但是当我们抛开想象走进现实 还能发现在几乎每座丘陵之间 都泥漫着千末交错 牵连着城市村庄 它们共同带来了几幅人间烟火的气息 而这也许才是巴树之地 真正意义上的安逸与田径 但当我们继续向东 走进四川盆地的东部 这一安逸的格局将被树到陡然耸立的高墙 一举打破 眼前的这堵高墙海拔接近一千米 但它并不是普通的墙体 而是一座绵延近三百公里的山脉 但平均仅在十公里左右的宽度 让它的山形几乎延展在一线之间 它的观感没有纵横起伏的叠张 而是与一面横跟的高墙无异 以华银山脉为界 整个四川盆地东部 还蔓延着超过十座 这样形似高墙的山气 它们以几乎平行的方式 将盆地东部的土地 切割为数个狭长的谷地 我们把这片整齐排列的林谷地区 统称为川东亭庆林谷 林谷区中细长而又陡峭的山市 几乎独一于盆地四周的一纵群山 这是四川盆地内最为特殊的地理单元 南北纵将的背邪褶状山系 直接陡立在盆地东部的这片土地上 同时又在山间分割处 被称为草谷的开阔地势 这些平行纵立的草谷 成就了盆地东部人们 耐以生存的家园 于是盆地内的另一大人口聚集的超级都市 就诞生在这片草谷之中 重庆正是中国最为独特的草谷区城市 其市区被平行令山脉纵向切割为数段 整个城市就充填在草谷之中 而城中的建筑街道就穿插在各条山脉之间 在山与城的亲密结束中 演绎出最具形象的山城定义 有趣的是 把重庆市区纵向切割的平行令 却被长江 嘉陵江等等一纵江河 以难以理解的方式满腰截断 他们在千百万年的时间场合中 完成了一场奇迹般的地质大戏 而整个四川盆地就在这样不断演变的地质大戏中 呈现出独一无二的精彩样貌 有趣的地质大戏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